选前蓝绿为了老农津贴到底要给多少炒得可不可开交 吴米勒的昆彬博呢一度接受采访的时候痛批津贴的决策 但是其实农民生活关键的问题是在产销的制度不健全 能够帮农民想好种出来的东西能够卖到哪里去 这才是对农民最大的帮助 而昆彬博呢就碰到了一个返乡的女子 协助家乡农民打开通路改变了她的人生 当我们直接深入吴米勒 才发现一个二十多年前返乡的东吴日文系女孩 改变了昆彬博的后半身 你看 这里有啊 这糖在这里 有啊 有拖过拖拖拖 但是要拖时间点也很重要 经营粘米厂的黄丽琴 以改传统粘米厂跟农民对立的关系 提供米种 教育农民种植有机 以高于市价价格全数收购 大伙儿鱼帮水 水帮鱼 大家在做会儿 还在中地上 不然大家在做会儿有一个感情 比较快乐 我们跟农民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 让农民可以继续持续这样一直走下去 我们年迷厂才有生存的空间 有了 车一个星期前 有了 车一个小力睡 真 你说剩几次 那你算不算了 我算不 我算一半了 你把我打回去 我够了 羊鸦以最天然的方式除虫与施肥 黄丽琴为了经营有机农业专区 带着一群可以当他阿公的长辈到处观摩 那要吃这里 不是感觉比一个小孩更健康 嘴巴说累 但嘴角却在笑 民间以弃作方式 协助农民生产加工到行销 成功打造稻米产销一条链 我常碰到很多朋友就说 我现在才知道你们家的米这么有名 我回去我妈妈家 她吃的米也是你们家的 然后我去我婆婆家 她吃的米也是你们家的 我觉得说听起来感觉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毛豆是另一个台湾弃作的骄傲 外销日本已是第一名 农民自己拉线头 找寻中盘商从收购端保障毛豆农收购价 毛豆种植面积也因此越来越大 但大部分的小农没多少资本与销售概念 傻傻种田 自给自足 乐天的竹笋博尽管种有机蔬菜 但收成时间比别人慢 卖相不见得比使用农药的好 能卖的卖 没法卖的通通下锅炒 那你吃这个菜 这个通自己种的 小农单打独斗就算再有技术 还是需要产销通路 农业需要新思维 结合文创与网路就是最现代的行销 赖青松的稻田常常传来音乐声 推广农村文化 成立股东俱乐部的他 目前有稳定的股东订单 预定之后我们每个月都会出米 4月 5月 6月 7月 然后出米要寄出去 先找到订单 然后依照订单需求的数量 跟他需要的品质去做生产 知道把稻米卖给谁 就能控制收入与产量 聪明维持产销平衡 透过部落格 演讲 写书 要告诉大家种田的美好 我只能够把我这个品堵固 不要想太多 这不是我的事情 因为农业 农村 基本上就是一个时代 结合生产与消费面 创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小农做到了 政府做了什么 跟总苗会者来合作 那由总苗会者来出多少秒 他那边就做登记 控管一定的数量 从去年开始推动的 种苗登记制度 政府开始从生产面 控管农民一窝崩抢重作物 由下而上的民间力量 无心中影响政府决策 当政府推行的农业政策 小农看得到也吃得到 当政府打造农业精神 能够跟打造高科技产业一样 台湾农业也将更有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